而全国降级迈入第二天 双北市还是禁止餐饮内用 但行临新北的桃园市却有开放 也导致未在交界处的桃英街 出现了一街两街的情况 甚至有标示已经到了新北市 但门牌上却还是写着桃园市八德区 到底要不要开放内用 也让业者非常尴尬 全台降级新北市维持不开放餐饮内用 但景临的桃园市却可以有条件开放 实际来到新北桃园交界处 就发现店家同路不同命的尴尬情况 这条位在交界处的桃英路 往右边是可以内用的桃园市 左边却是不能内用的新北市 根本就是一路两只 在过去是有餐厅是有开放 可是就其实变成是 我们买东西会比较多方便 现在这边有开放内用的很少 我都没有看到说大家会想进去 你说现在这个开放内用 说真的我也不敢去 就算桃园开放餐饮内用 民众还是有些怕怕的 可是同样是桃英路 跨越交界已经到了新北市 其中却有一段路 门牌还是隶属桃园巴德 让店家超无奈 我们现在各个店家都不采取内用 不然我们前后都是新北 没办法 光它靠越界我们就完了 很困难就一国两制嘛 那现在基本上也不敢开放内用嘛 因为我们自己也没有疫苗回答 餐饮业者和民众都不敢冒险 干脆继续外带 降级有条件开放内用 一条街上两种规范 民众只希望疫情能快快好转 恢复正常生活 既然辽亭张元杰 新北桃园综合报道